Hello 大家好 我是快乐的小燕子 很多朋友很喜欢我们华人自己主办的农夫集市 办了以后很受欢迎 但是有很多朋友很期望下一次在什么地方办 那么下一次这个礼拜六将要来的礼拜六 我们在哪里办呢 我们将要来的礼拜六会有一个有机园艺 知识讲座是免费的 是在南加新生基督教会 这个园艺活动我们有哪几个老师会来分享课程呢 有我们的教育老师 也叫急救老师陈娟荣老师 他会讲火龙果的种植与火龙果的检疫支架 那么有李小燕老师会分享春季植物的种植和管理 以及小黄瓜的种植 李立元老师会讲玫瑰化的种植 刘志仁老师会讲植物根系与土壤管理 我们洛杉矶著名的花哥徐熙生老师会讲如何防止地鼠 与防地鼠的植物介绍 然后我们在园艺讲座以后呢 我们还会有农夫集市 我们这几个老师还有其他的园艺爱好者 会带上他们自己特别育的苗 像我们现在育的苗会有各种各样的夏季种植的黄瓜苗 丝瓜苗 茄子苗 番茄苗 这些夏季的苗都会带去 我们还会带一些冰菜苗 火龙果苗 栗芝树苗 龙眼苗 芭蜡苗 那还有一些特别的 哪些老师自己有特别的苗 反正都会带上这些花花草草 还有会带一些鱼肥 鸡肥 有一些鱼肥 有些肥料是 可能还没有上市的特别肥料也会带去 那这是3月25号的活动 那这是我们3月25号的活动 在南湾新神教会举办 那举办那个讲课是在教堂里面讲课 讲完课以后在停车场 我们不同的老师都会在那里摆摊位 主要的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农夫集市 更多的跟大家交流种植的经验 分享自己种植的成功失败和心得 让大家一起种菜的时候 我们可以知道有些什么事项需要注意的 有些什么好的需要推广的 有些什么问题需要大家彼此来讨论 那么通过互相的学习交流 让我们更加的能够把自己家 在庭院的种植种得好 使我们的菜种起来是健康 那我们吃的也健康 在这个种植的过程当中 我们还可以享受到大自然的那种 植物生长过程当中的变化当中的喜乐 所以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公益活动 欢迎大家来参加 谢谢大家 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